这支部队战功赫赫 再度和后 还能为皇帝表演精准的马上建树 公元43年罗马帝国约五外部队分三路渡过英吉利海峡 在金肯特郡的里齐 波罗登陆并将不列颠沿海地区设为情省不列颠人 多次利用河流和湖泊组织 罗马军队弹军被善于武装求度的巴塔为辅军所 打败提起罗马军队人们都会想起由公民组成阵型严整装备精良 在罗马军团但显有人知道在罗马军团的身边还有一支同样英勇的非公民军队 人们往往趁其为罗马辅军上文所提及的巴塔为辅军 就属于罗马辅军的一支 罗马辅军的士兵由于是来自非罗马公民 因此他们往往被人们想象成身穿临 祖福是手持各色武器 如毛一血的蛮族傭兵 甚至于有人认为他们是罗马军 对蛮族化的开端 这些都是误解实际情况 是在战术和战略两个层面上 罗马辅军都能发挥比军团更大的作用 因为罗马帝国之所以始终坚持军团指征兆 公民是为保证军团对帝国的绝对忠诚 并不是因为等级身份与战斗力有必然的脸 既在实际中罗马辅军也确实以实力证明他们并不比罗马军团差以巴塔维 辅军魏力在征服不列颠的过程中 每当遇到江河湖海的阻挡时总能见到巴塔维部队武装求度 抢占滩头在公元16年日尔曼尼库斯讨伐阿米尼乌斯的战役中巴塔维人县 后强度埃姆斯河与维西河 公元69年的罗马内战 中他们又强度波河在囚渡莱茵河 多脑河这样的大型河流 使巴塔维骑兵 依然可以保持队形严整 有序上岸后缓 能为前来视察的哈德良皇帝表演精准的马上剑术 其实除了巴塔维府军外 还有很多风格鲜明的部队 他们继承了本民族的作战特长 如高卢和日尔曼的步兵 西班牙和瑟雷斯的骑兵以及叙利亚的攻守 只是重部队中以巴塔维部队名声最显 刻在图拉真纪公柱上 有这样的画面 一名抚军士兵 叼着斩下的敌手与达西亚人肉搏 还有一些抚军 将人头献给图拉真皇帝在图拉真纪公柱 描绘的20场主要战斗中 抚军参加了19个 其中12个没有军团参与这些刻在纪公柱上的画面时 正了罗马俯军的战绩 丝毫不逊 与罗马军团 罗马军团 离不开罗马俯军军团兵 总单一速度较慢 不善追击 所以不论行军还是作战军团身边总伴随着俯军 而俯军却可以独立执行任务 甚至单独进行决战 这就是俯军的长处 比如公元47年伊凯尼人起义刚上任的总督斯卡普纳 来不及调动军团紧一 靠青庄府军部队四处争搅成功完成了战事罗马俯军 除了也要作战外还承担 这很多非军事职能 主要包括治安警卫 工程建设 人口普查 征收税款 开荒采矿 驾桥修路 由郑传递等奥古斯都创建辅军的目的是为节约军事成本